第一個我先謝謝張先生 就是他做這樣子爆料的角色 讓我知道這個荒唐的劇 那第二個是我想了一整晚 我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消防局要花大費周章 用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演出這個模擬劇 因為當天的還原現場 當天並沒有任何人特別告知我 尤其是有新北市陳左密 還有今天去提告的消防的報案中心的李主任 他們都沒特別跟我提到 有模擬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天要求到現場 我只是想驗證黃德欽說的 報案電話加招了很多人的吵雜的聲音 有的沒的 所以我才說我要去前一天晚上 我跟他們要求我 可不可以讓我去報案現場去看一下環境 所以當天到報案中心 我也只是站在門口 因為現場的確是蠻吵雜的 然後我也覺得好像他們很忙 我只是簡單問了一下 是不是個人設備都 每一個座位都有自己獨立的麥克風訊錄音 然後陳主密跟我說是 那我說怎麼跟你們電視上說的不一樣 那沒關係 然後我再確認一下 就是每一通電話都有一個獨立的錄音檔 他們也說是是 那確認完這些基本狀況之後 就在一堆人的 說實話是護送 護送底下我就離開報案中心 去上樓 然後我就去見到黃局長跟衛生局的陳局長 那在聽完了錄音檔之後 我還跟黃局長講說黃局長 你的錄音檔很清楚啊 沒有一堆吵的聲音 就是即便你在現場聽到那麼吵 但是其實你在聽的那個錄音檔的時候 還是收音收得很好非常清晰的 是我還特別在跟黃局長講這件事情 所以你不給我錄音檔的理由不見了 所以才後來有跟他提到說 既然這個理由不見了 然後我也願意先借解決書 你是不是今天就可以讓我把他拷貝帶回家 這是診斷的事發經過 所以昨天看到媒體 Po了張先生的文章 我當下看到壓抑了一下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搞這一齣戲 我到今天還是沒有搞懂 因為那個東西只是 我只是要求到報案中心看現場環境 確認錄音的環境 錄音的設備 這是一個座位一支錄音 而不是像我想像中是一個大的會議 是大家排排座 中間一支很大型的麥克風 把整個會議的聲音收起來 我只是想確認現場的錄音的 設備跟環境是長怎樣的 我沒有想去了解他們是不是非常忙碌 你其實待的時間蠻短的 大概只有10分鐘左右 我不知不知道為什麼 不到不到10分鐘就離開了 那爸爸我再請教你一個狀況 這個是卓冠廷他發現的一個問題點 他理解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奇怪了 那個議文的準備 應該要給你們8通 那他不是寄出去給你嗎 可是他寄出去的資料 居然是只有恩媽媽打給消防局的5通 那感覺上 他的感覺是 你是不是暗截了 甚至他的指控是說 這就是市長是所決定的 消防局在回撥給恩媽媽的電話 其實有三通是被扣住的 那寧願讓這個議文晚一點到你們的手中 這件他所指控的這件事情 的確是不是在你們手上真實的發生 對 他的第一版記的檔案 只有消防局 抱歉 只有我老婆撥給消防局5通通話的議文 然後少了另外三通 消防局回電給我老婆的議文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在我上禮拜四 我去新北市政府拿資料的時候 因為他們說寄走 我當場確認他們的copy的部分 我就發現這件事情 請他們立即補記 直到禮拜天的時候 我才拿到第二版的補上來的三版 三個議文 就是消防局回電給我老婆 所以我手頭上 現在就是有八份議文 把那三通的議文扣下來 你後續再去看一些檢視這個內容 有什麼樣怪怪的地方嗎 基本上我現在 我現在沒辦法完全確認那個 因為我覺得這些八通議文 每一通議文都少了很多 語氣詞或是我老婆驚慌的樣子 還有人在驚慌的當下 會有一些罪詞 或是對方消防局接線員會有這些詞彙 那再加上我發現我覺得 現在張先生也在請教一下是說 比方說我老婆求救第三通電話 或是第四通電話 因為中間第三通轉接護理師 第四通轉接高級救護員 所以他們當下提供給我的檔案 第三通求救跟第四通求救 被切根的四個檔案 第三通變成上半部跟下半部 那所謂上半部跟下半部 在最尾巴的地方 比方說上半部的倒數兩句話 跟下半部的前面兩句話重疊的 那比較一下第四通的切割的電話 上半部的可能尾巴是三句話 跟下半部尾巴可能是四句話去重疊 並且是說 他們回答我是因為總機 轉接的關係 因為你剛剛講到重疊 那是不是變成你可能那兩句 或許很重要 可是那兩句就被吃掉了 你就聽不到了 其實不是 是聽得到 而是說它是沒有規則性的 第三通的重疊 跟第四通重疊的那個時間 是沒有規則性的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現場的李主任說 消防局的 因為總機轉接出去 所以音檔就自動會被切割 我就問他說自動被切割 那應該 連上半部跟下半部 音檔你連續聽起來 應該是 連續性的 而不會有什麼重疊的問題發生 這是我現場的質疑 你們客氣說 講模擬真的是客氣了 這就是在演戲 這就是在騙你知道嗎 你這個名稱消防局叫什麼消防局 改成林演局好了 你這些 是政府作秀局 你這是林忌還是群眾演員 黃德欽你是不務正業 萬一當天真的有出什麼事情 南亞消防分隊 或者是哪裡有什麼狀況的話 誰負得起責任 你這個時候正式不做 你在上班時間 就像剛剛鄭浩兄所講到的這種狀況 你叫大家這種打地話進線 我說 不怕神一樣的隊友去爆料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去爆料 不怕神一樣的 一般的像張信王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去把事情都抖出來 就怕你們這群豬隊友 你們這些搞七年三的一些 林忌群眾演員 好你想要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搞成新北蜘蛛網 還是新北的這個 同齡演 同齡演 還是搞成新北的這個變色龍呢 是這個類戲劇嗎 那你底下要打如有雷同 純屬巧合嘛 電視台都會這樣打 你不負法律責任嗎 你在那邊打雷同劇是不是 類戲劇 那侯友宜你是警戒出身 你是被化身成李組長 我眉頭揍一下 案情不單純就有貓膩囉 莫名其妙嘛 他有旁白 可是靖平哥 因為現在是侯市長 好像也參與其中 我不是說他真的參與 我的意思是說 他為什麼會講出說 他要捍衛消防弟兄的清白 我們每一個人認為消防弟兄 都是非常認真在付出的 我們沒有質疑過他們清白 可是現在你演成這個樣子 然後演了之後 你會說我們去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麼演法 這個是不容許的 他沒有這樣 他是說我們捍衛他的清白 這就很奇怪了 所以畫錯重點了 我也相信 我也寧願相信侯友宜市長 你是基層警戒出身的 從警察大學畢業之後 然後你一路這樣子 帶著這個刑事體系的 然後這樣上來 你當過秦大隊長 刑事警察局長 還有警政署長 警大校長就當過 你是體系部下的長官 我都相信OK 或許有些藍營的觀眾朋友 或者說不解 黃靖平你在搞什麼 怎麼講 新北市長是你同黨 這件事情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為什麼會很氣憤 是說我自己有小孩 當你有一個兩歲的小孩 你還來不及等他長大 然後跟他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 你可以照顧他 然後有一個家庭的溫馨 然後他就這樣子 因為疫情走了 我相信恩恩爸爸跟恩恩媽媽 兩個人是夫妻 怎麼會不授權他 我老婆授權給我 我也會拿 那恩恩爸爸獲得恩恩媽媽的授權 就把英黨帶走了 這樣很難嗎 做表面功夫你們是豬 你看我們都可以氣憤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覺得 一個爸爸喪失了一個小孩子 當然氣憤 你沒有良心 將心比心 我對於孩子的命的喪失 我都是非常不能諒解的 當你們不能解決人家的問題的時候 又演出了這一大堆的 這個台灣變色龍 台灣的這個蜘蛛網 還是玫瑰同齡演 你有毛病 然後侯友宜還在挺這兩個局長 我看你年底選舉怎麼選 我是相信你能夠危機處理 不是相信你去下庭你的部署 然後在那邊緊張了半天 看節目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告訴你那麼多 你就從醫次形態出發的話 我只能跟你講選情危險 你就會沒救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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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